旧约圣经诗篇第73篇 在诗篇主题的分类中 属于智慧师 而经文中圣灵感动诗人 所展露出来的 是我们在世上都常遇见 又非常难以忍受的事 也就是很难看见 真正的公义伸张 反而常看到那些不法之徒 那些奸诈行不义的人 似乎更能得好处 在这世上能够占尽便宜 他们活在这世上 如鱼的物品 谁得水 和这世界水乳交融 而那属神的人呢 那愿意照神的吩咐 在这世上 敬虔度日的人呢 却时常在这世上 受考验困难 感到自己和这世界的 价值观格格不入 而神所启示的圣经 不但是看见 为神说实话 也是为人说实话 在诗篇73篇 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里面坦白指出 神的子民看到这景况 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确实就像 经文中说的 无法理解和明白 为什么恶人在这世上 能够得好处 而在这世上 公义和慈爱 常常看不见 他的踪迹呢 在这篇诗当中 神向人启示的智慧 就是在第17节 那里诗人说 那里诗人说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这里的他们 就是指那在世上 似乎风光无限的恶人 而诗人被神启示 要从神的眼光 来看这些人 我们就知道 因为这世界 实在是满有罪污 而罪性的人 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当他不认识神 不知道这是罪的时候 甚至以罪为乐 他当然能在这世界上 活得如鱼得水 只是在神的眼中 他们的结局 这暂时的风光 其实结局何等可悲 就是神最后审判中的灭亡 这也是为什么 神子民和世界的价值观 难以相容 却还要传福音 因为这世界上的人 是何等需要神的拯救 而我们真正能够 得到的公义和慈爱 唯有神能给我们满足 所以来吧 来认识这 拯救罪人的神吧 我是您的主持人 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 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 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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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